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丢包包 全部都被随乎滴水不漏的档下 国家元首被丢鞋抗议 在国际上早就不是第一次 2008年美国前总统小布希 在伊拉克开记者会时 就被台下的伊拉克记者丢鞋子袭击 当时他侧身一闪没有被鞋子打中 2009年温家宝到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 也被台下的学生丢鞋抗议 当时引起议论 还有澳洲前总理霍华德 也在2010年上电视节目时 被丢鞋抗议 这次换马总统被丢鞋 画面一传送到世界各地 美国华尔街日报立即报导 标题就用台湾的马总统 加入被丢鞋元首俱乐部 不管是哪一股 好像通通丢鞋子 似乎成为是一个招牌的一个情况 好像世界各国的元首 常常在公开的场合 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现象出现 所以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个资深媒体人 孝成大哥来跟我们分享 好像这个偏好鞋子 以后大家是不是都会在进场之后 多刮一双鞋子 不然丢出去拿不回来 还很难回家 我们前面刚刚在看那个影片 什么没有发觉到 事实上深所最好的是美国的 那个市民总统小布希 那是经典的桥段 那个是经典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丢他是一个 伊拉克的一个记者 那个柴迪 那柴迪的话 他距离他是很近 对 那距离并不远这样子 他是可以在那两发过去之后 没想到他就左闪右闪 都没丢到他 显现他的那个 整个的身手是绞节的 对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马总统 因为他距离实在太远 比较远一点 太远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也没有装属的导向雷达 所以那个鞋子出去的时候 鞋子明显就有点拉差 为什么 因为快到了马总统前面的时候 因为他前面还是毕竟有随护人员 对 有随护人员 所以他后来之后呢 就把他挡下来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 像那个所谓小布希那一次 那一次 为什么后来造成一个经典 为什么经典 第一个除了是距离近 因为以前大家都想到说 要怎么样去保护 我们的那个元首 不让这个所谓的武器 像什么枪啊刀啊 这样子伤害到 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说 竟然鞋子也可以当做凶器 所以开先例的一种感觉 对 他已经开了一个先例 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创了另外一个记录 什么记录 当时这个记者把鞋子丢出去之后呢 很多的媒体事后来问他说 你这样子做这个举动 你有什么感想 他跟他讲 十号鞋 那意思就是说 你结果没给他扔 你不知道我会那几号 有没有 这是丢出去之后 原来是十号鞋 这也就算了 因为这双鞋子是 由一个土耳其的一家鞋厂所制造的 对 结果自从他这两发出去之后 虽未命中 但是并不遗憾 为什么不遗憾呢 因为听说后来之后 就这个鞋厂就接到了大量订单 对 它的成长率到多少呢 百分之五百啊 我相信订的人应该都是穆斯林 那他很感谢那个丢鞋子的这个人 应该都是回教徒嘛 为什么因为毕竟这几年的话 美国人对回教徒的一个 不友善的一个举动 本来就已经招致到 很多的回教徒的一个反感 所以后来之后 那个鞋厂因此又大发了 不过我们也来看了 就是说 自从这个小布希 这个动作出来之后 2019年不是有温家宝吗 对 那是在剑桥大学被 也被那个所谓的鞋子飞弹 才能K到对不对 从那时候之后 各国元首的随护的阵容就改变了 为什么要改变 包括这样以我们台湾为例 你只要民众群众 距离总统大概超过在 15公尺内的话 通常一般而言的话 以前的随护都是旁边都站开来 让元首有能够这样子 就是在中间有能够好好地讲话 现在没有发觉到 以这次马总统为例的话 他的随护事实上是站到成一个 像这样子的一个 有点弧形的 弧形的这样的状态 有点弧形的状态 对 就是怕这个东西这样 那过去还有欧洲有一个元首也是这样子 也是很怕碰到这种情况 结果后来之后 他另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透明盾牌 那个透明盾牌不是拿来防弹的 不是只有防弹 这种随身物品 对 为什么 好像很难控制人家去不穿鞋 又不能说你不能穿 不穿鞋进场这样子 为什么会发生那个事情 就是法国的总理 Sakotchi 前任的Sakotchi 因为他曾经被一颗弹 就这样子卡到了这个地方 一卡完之后 结果他震怒 震怒之后就要求他的 下个的所谓的特勤 就要拿一个 所谓的透明的防弹的一个盾牌 然后来挡这个所谓的弹弓 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而且讲一个花絮就是 当初丢这个小布希的这一个记者 他在后面说被判坐牢 但是表现还好 还是关出来 出来之后记者会 他也被鞋子攻击 所以他在记者会上面 也反过来被这个丢鞋子 然后变成就是 在记者会上面 大家还蛮喜欢丢鞋子 但这一点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 延伸出来就是 刚刚其实孝晨大哥 有一点提到的就是 这个保镖 要怎么样来反应 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们是不是 请我们的国民哥 来跟我们分享 是这样子 在各国元首 因为现在已经明治大开 所以他们还是 所谓的卫情部队 所谓的贴身保镖 那在车总统 比如说我们以台湾来讲 他是总统车队行进的时候 他其实我们叫车队轻武 他是有一定的规范 通常是元首或是行政首长 他会被夹在中间 你看车队到了某个定点 不管是总统去拜会行程 或是市导地方 地方政府或市导部队 部队不用讲 部队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保镖已经失败了 我们讲时候说 如果总统去视察地方政府 视察地方行政 他们下车之后 还没有下车之前 我们叫国安局的特警中心 他们早就已经先布置好了 布置好之后 他们其实他们都会先去看 查言观色 就开始对群众查言观色 看你这个人神色 有没有慌张 有没有攜带什么的 他们会先看 那看完之后呢 总统他们有个代号 假设叫一个万 一个万已经进来 他们叫耳麦 收到讯息 对对对 就像你的后面那样 他们都会有一小组 那大致来讲 他们分为所谓的内卫跟外卫 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是所谓的内卫 内卫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影片看到的 对对对对 最贴身 那通常以前他们是两边各站 你不要看他们提了公私包 那提了公私包里面都是 冲锋枪 给西就对了 给西对 他除了给西之外 他我们叫公啦 那这是万不得已 其实万不得已 他们其实都有配备 那除了其实公私包除了那种 我们叫短枪械之外 他们其实有可以张开 对张开来之后 变成一个防弹盾牌 那个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可以张开来就是一片大 比如我们公私包 他可以弹出来三片 万一必要者可以把遮住元首 先遮住完之后让他脱离现场 因为这个现场可能很危险 那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其实还好啦 不过就是看到 因为就是说其实在民众丢协的时候 表示这个委安工作已经失败了 对 所以其实这些特勤部队回去 可能还是会要经过检讨 但是刚刚提到这个对政治人物丢协 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例子数不完 但是也可以看到有时候 这些政治人物出了糗的时候的一些反应 不管是被鞋子丢掉 或者是鸡蛋攻击到 也有考验他们的后来 要怎么样来化解这样尴尬的一个场面 但是讲到这个元首 如果是出糗的话 最经典的那个人 还是这个刚刚我们提到 被丢协的这个元首始祖 小布希先生 因为他的这个 在执政美国这个八年的一个期间 实在留下太多经典的画面了 现在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再来谈谈这一个元首出糗的事情 不断一举一动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幻想自己是篮球高手 却运球失手 画面全被录了下来 还在重播 走路走到要跌倒 金手一碰东西就撒了一桌 笨手笨脚就像搞笑的喜剧演员 想开门离去这段 更像喜剧的经典桥段 其他像是 青带个威跌倒 吃椒盐脆饼 噎到都上了新闻头条 镜头的焦点就在布希昏倒 也撞到地板的伤 布希还喜欢秀武艺扭屁股 和瑞奇马丁同台摇马达 拍手却跟不上节拍 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 其实不要小看布希总统 刚刚看画面好像都是他出球画面 但其实从他闪这个 这个抗疫民众的鞋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 他从小是打棒球的 而且现在还是美国大联盟球队的老板之一 所以曾经也入股过 所以其实他是还蛮有运动反应的 只是为什么会常常有这种 好像感觉有点袖斗袖斗的情况发生 小布希本身他是德州人 就有那种牛仔 牛仔的精神 所以这个冲撞 莽撞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所以他就任总统八年来到处去打仗 所以很多的这个美国的经济 跟财政的赤字都是小布希 这个缔造出来的 小布希在这个伊拉克那个街道 他还说幸好我差一点接住了 他这样子幽默 那我们看这个所谓的柴契尔夫人 他在1987年 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所谓的总书记邓小平在谈 这个中英的这个香港问题的时候 跌得很坦 不晓得是天安排的 还是那一天柴契尔太紧张了 走出中国人民大会堂的时候 竟然跌了一跤 就这样子 本来英国还信誓旦旦 香港我要多要求一些 我绝不退让 结果一跌下去 整个香港在1997就很顺利的 归还了给中国 所以这援手跌一下就有影响这么大 一跌就差别就很大 同样最新的这一个澳洲女总理 她最近出了两个球 在印度新德里的时候 在参加一个访问座谈的时候 走到一半 突然这个系的高跟鞋 扭到了 跌了一跤 这是她一次的出丑 另外一次的出丑 出丑是最近 她上电视媒体报导的时候 她还呼应了 这个2012年12月21号 真的有玛雅的预言 好像她说是真的 而且飞碟外星人真的会降临 后来被这个炮轰了 她改口 说这件事情 我只是一时讲出来 擦枪走火的 她想要幽默的想要尴尬把它化解掉这样子 所以我说马英九总统 如果你是把台湾2300万老百姓当作是你的子民 你要用宽容包容的心 把一些过错自己承担下来 这些民众的抗议在民主政治的社会里面是很正常 是一个常态 不要太严肃 所以身为了一国之尊 所以就是希望遇到这种各种事情的时候 都能够更坦然的来面对 来化解这些尴尬 因为刚刚也看到很多的例子 其实世界各国的元首 当然这个人 谁不会犯错 常常都会一个不小心滑倒跌倒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就看你怎么样幽默的来面对 好了 当然话题讨论到这边 要请大家稍后片刻 广告回来 我们还要带大家去认识 世界各国有很多的元首 不是只会玩政治 还有很多深厚的功夫 一国之尊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形象 除了勤政爱民 这是我们大家一般普世的一个概念 还要很有能力可以处理一个国政 但是如果他本身还怀有武艺的话 会不会又是替他当总统的形象加分 讲的这个人 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普丁从这个也算是在民主国家 蛮少见的 他的任期满了 然后换别人代理 但是回来继续来选总统 还是选上了 现在又继续担任俄罗斯的总统了 而且他很厉害的功夫 不是这个永春拳 是柔道 我们先来看这段画面 掌声响起 大咖现身 普丁力临圣彼得堡的柔道学校 要来秀一下体魄 面对这些年纪不到他一半的国家队好手 普丁一个甩过一个 果然在媒体镜头前 再次展示自己黑带的实力 无意高超的普丁 除了喜欢上电视笔画柔道外 先前三不五时 还会裸上半身骑马钓鱼 大卖胸鸡 开火车飞机快艇 也是样样来 对于塑造自己的铁汉形象 可说是不以为例 两个单元 从刚刚的美国的前总统小布希 看到普丁 这个落差反差好像还蛮大 刚刚看到监视小布希出糗的一面 现在看到普丁 似乎展现非常阳刚的一面 所以我们请我们周健老师 来跟我们谈谈普丁 我们提到各国元首 不要想到只会搞政治 他们私领域还有很多 我们不为人知的才华 普丁比较特别跟老布希一样 当过情报头子 老布希是中情局局长 CIA的 普丁是KGB的 他属于内政部的 然后他在以前的东德 统一之前待了很久 所以他的德文说得非常流利 大概待了十年左右 他跟德国的关系很特殊 他从现在盛米道 以前列宁格的这边成长 到后来我们现在是第二村 他比较特殊是他这个柔道 是有上一定的标准 他两个女儿 也请中国大陆少林寺的武生 到莫斯科教他的女儿 所以他柔道练不够 女儿要请到少林寺练中国 少林拳的 那两个不同领域的 普丁最特殊的 我讲一段 就是他有一年去中国大陆 访问的时候 是少林寺有史以来 接待这种大国 现任元首的第一个人 你看在北京 事情谈完了 还要再搭专机 到郑州国际机场 再到少林寺 河南西边还蛮远的 整个要做这种管制 然后本来说他要跟少林寺武生 比划一下 大陆考虑再三 如果大陆武生输掉没面子 如果赢他也影响邦交 两难 四根座的两难四 后来用表演的方式 他这个有出专书 他带的时间是超过 按照官方的标准 到后来把一个小的 小和尚扛在肩膀上 跟他一起拍照 然后大家在一起 另外当年迎接的时候 是泼红地毯 就是少林寺以古代接待 这个外国元首的这种 帝王的这种 还敲什么钟 就是当一回事 好像在拍电影一样 差点就加 然后他最特别的 后面他们 对他们的和尚打坐 那些参残的地方不能看了 他迫了进去看了 对他非常的理议 对他了解他们那个盘腿 怎么样打坐那些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经验 那后来我们知道 少林寺的有一些人 是在欧洲 譬如说德国柏林 也开馆授徒 这一点是很有意思 那我们看上次选举 也有反对他的 他们那个 他一手代理他这位 上次到了库业岛这边去 最近也报道 他这个上电视 那个开关没有关 对他颇有意见 说他常迟到 讲出来 他两个是好兄弟 那现在就有点间接了 这个Madeway Jeff 讲话太直 能不能干下去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普丁的 这个国际观 相当不简单 如果您看他的传记 他俄罗斯了不起的领导人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次第二次还是选上 对 所以刚刚就提到了这个普丁 还除了这一个他身怀绝技之外 过去当然还刚刚有透过画面看到 还会上山打猎 展现了他这个好像蓝波 裸露上半身 一般很想这个元首 会有这样子的形象 但是这样子的形象 是好是坏 还是有他一定政治的考量 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请国民 来跟我们来分享 事实上各国领导人除了他施政的成绩之外 当然他们会透过什么叫表演或演戏的方式 来强化民众对他的印象 那其实他们要塑造一个就是一个TUF 英文叫TUF的 就是印汉的形象 印汉的形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普丁的他例子非常多 他这种案例 发生在所谓的视察军队的部分上 比如说他去视察战车部队 然后比如说视察舰队 他就站在劲桥上面 然后透过他们的军方媒体 去take这个画面 所以其实都有设计的意思 然后最明显的 你有机会去看他们到 俄罗斯总统的官网 他们有一个画面相当好玩 就是火箭发射场 火箭升空一般来讲 他旁边都有那种烟雾嘛 一般来讲就是要回避 要回避 可是对 那时候它是火箭发射 然后普丁走在前面 当然画面很小 他有设计过的画面 然后民众就看到这种画面 原来你去关心我们的太空事物 不只是三军军队 你去关心我们的太空事物 那就给民众一个印象说 你看你是关心我们的国防 我们的太空产业 或是经济产业 这个我们叫 简称叫威望政策 那威望政策 它是一个无形的人 它其实有点像古代 我们古代的官员 中国官员就是 大官出巡 有没有 伸人回避 或者像皇帝 微服出巡 它其实有这种味道 对对对 它其实有这种味道 那这种味道 通常来讲对政治上 不管是它施政 或是经济上延续 会有它一个加分的效果存在 那当然 当然如果说 当然如果说透过军队 他去视察部队 那很抱歉 如果说部队 没有没有检阅好 或是装备不安全 但会有扣分的效果 不过一般来讲是不会的 因为像 马英九总统 他去视察我们国军部队的时候 部队通常会是把最精实 撞到一面表现给他看 对 所以其实的这些总统元首 有些时候呢 还是会透过了这些设计的桥带 就以普丁的例子来看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声望 然后还可以再次选上总统 代表好像还蛮有效 但是不只讲到普丁之外 还有很多世界各国的元首 也都还蛮有才艺的 包括我们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也是搞不好也是练家子 是不是 我们的连福大哥 你看我们李前总统 现在已经快90多高龄了 他的身体还是很硬朗 虽然有所谓的一些疾病 但是他因为在少年时代 在淡江中学 在台北高等学校 后来还读到现在的台大 他是当时有参加舰道社 听说还拿到黑道 是一个所谓的 有练这一个所谓的武术跟舰道 甚至把这个舰道 融合在他的政治哲学里面 他当时在1990年代 对付这一个非主流的时候 以及跟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导弹危机的时候 他就是展现了他很强而有力的 那种舰道哲学 先蹲下来 先忍一口气 然后在这一个找到目标 这用一飞就给敌人痛击 这个是他的在这一个所谓的 自己锻炼见到的时候 所领悟到的这个政治哲学 那同样的我们再看 我们的前前任总统 这个蒋介石 这个是我当时我们在出了这个 当时蒋介石 他是有这样子的所谓的 跟太虚和尚学习静坐的一个秘工 所以说他每天早上都有一套的 打坐养生的这样的一个技法 甚至我们看他小时候算命的时候 这个去说算命说 他这个头很不规则性 是一个传说他是一个龟精出身的 好像一个龟头 所以他的练那个气功是龟席大法 甚至蒋伟国在回忆的时候 他在这个蒋介石 最后的两三年的时候 当时身体不好 他曾经给他打气功 他曾经自己说 我的父亲蒋介石 是我少林武功的启蒙老师 可见蒋介石也有练到少林武功 远的不说我们再说 全世界各国的这个领袖 我们说曾经来到台湾 访问的美国总统 柯林顿 虽然他也有龟席大法 是一个这个陆文西的 这一个丑闻 但是他另外一项才艺 是拉这一个萨克斯丰 吹萨克斯丰 甚至他曾经在卸任的时候 来到台湾 我们的陈水扁总统 还去从台中后里 张家拿了一把 这个将近60年 珍藏的这个萨克斯丰 送给了这个柯林顿 也把台中的这一个 后里的这个萨克斯丰的 这个名声打到全世界 那其他的很多总理 像印尼的总统苏西洛 他曾经是一个发行个人专辑 好几次的一个总统 他这个所谓的音乐专辑 跟他这个本人创作 创作了好几首 再加上说波兰总统 有一个刚独立的第一个总统 叫做帕德烈斯福斯基 他曾经是一个音乐家总统 还办过音乐馆会 音乐的这一个演唱会 总统我们看这么多的总统 其实他们除了在政治上以外 他还有自己天赋的一些艺术 或者其他的才能 这个都是我们看到 政治家严肃的一面 还有他轻松的一面 介绍一下 他叫做这个Ignus Yang Yang就约翰的意思 帕德烈斯基 他是二战 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过世 活了81岁 他是职业钢琴家 他诠释那个肖邦 是世界的权威 我们台湾的傅冲先生也不错 有那个透明度 他是在演奏方面受欢迎 在近代时尚 仅次于弗兰斯里斯特 里斯特是钢琴之王 他后来到美国也去参访 为什么变成总统 他是因为在伊斯大战前后 从事波兰独立运动 因为这个国家 是我们说全世界 亡国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因为夹在两强 德国跟俄罗斯 还有北方的瑞典 所以历史我就不说了 要打仗一定会打到他 到后来伊斯大战以后 选上这个总统 但是他的本航是没有忘掉 我们不要忘记 欧洲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捷克 哈威尔是私人 还有其他的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话 现在文化部的部长 是最难做的 为什么说 因为每个这个默克烧人 都自认为高人一等 就是很有那种文人那种 我们叫酸气 所以不好做的 但他们好像也蛮秤职 因为知识分子很受尊重 他们担任这个职位 好像没有太多的负面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对 好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小看这些音乐家 有一天他可能会当成 一个国家的元首 也不一定 那今天的话题在这边 暂时告一个段落 待会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延伸 其他的话题 跟世界末日有点相关 要告诉大家如何去狂欢 挑战新闻 挑战您知识的极限 大家好 我是陈雄威 末日来了 怎么办 是努力的求生存 不放弃任何一丝丝生存的机会 还是想着轻松一点 反正全世界大家一起完蛋 say goodbye 那不如好好地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的每一刻 那这是在玛雅文化预言的 世界末日呢 就在这个月 那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 相关的话题会越来越多 那世界上各地各个人呢 想要逃的 想要上天下海 想要搞枯手的 只会越来越多 好 讲到了这个末日求生存的这个面面观 那当然了 这个不管是现在呢 大家是要抢这个求生的工具 学求生的技能 还是呢 要看看这个能够上天或者是下海去躲 去躲都有 那是上天有可能吗 往天上飞 可能地下不管怎么灭怎么炸 都有机会生存 是这样吗 小伟 的确 为什么美国这个时候 有一个末日飞机 这个新闻出来了 对 那个末日飞机 这个东西 大家一开始想到末日飞机 哇 要逃避世界末日的 其实它的设计的用途 跟逃避世界末日 还真的 还真的有点关系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东西我们要看看它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飞机 很多观众朋友一看 这不是波音77 是美国的空军一号吗 他们想说 这一定美国总统在用的嘛 对 也的确是给美国总统在用的 但是它跟空军一号的功能 有点不一样 空军一号那是美国政府 特别是成平时期 总统搭着空军一号出国访问 所以它飞机喷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要出外宣扬国威的 但这一架叫做E4 这个总统专用的这个飞机 它你看就是一个白色的飞机 而且上面还有很多窗子 是封住的 大家觉得奇怪 这个飞机是干什么的 其实这个飞机的历史 它比空军一号的时间还要久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飞机它最主要当初 做出来的时候 是要当作美国的核战空中指挥部 想这么深远 核战是为什么 就是相互保证毁灭 当时美国跟苏联 为什么两大集团可以相安无事呢 就是因为我今天你要打我 我就可以把你打回洪荒时代 你打我 我也把你打回洪荒时代 所以这个等于概念在冷战 都已经距离现在二三十年前 之前就有这样子末日复迹的概念 对 因为如果说相互保证毁灭的时候 就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恐惧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恐惧 所以我也不敢打你 你也不敢打我 但是为了预防这一天 美国人还是做准备 这个末日飞机是什么 美国空军就要为这个飞机 要干嘛 他就是要指挥 当如果核战爆发的时候 美国总统就要跟他侍从 侍从会提这个皮疆 我们叫做足球 那个足球上面就有 这个生物辨识系统 辨识今天你是不是真的美国总统 比如说看眼角膜 然后另外通过以后 要开始进行核弹密码的认证 经过一系列的认证 确定好 总统要发射这个飞弹 那时候就要通知全世界的美军 残存的美军 告诉他说如何开始 进行发射飞弹 所以你看他这个飞机上面 就超高频的卫星通讯天线 干嘛呢 只有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虽然即便核战爆发了 卫星在太空中 它还是能够存活 因为你要去打卫星下来 这个很难 那个卫星 它可以把这个讯息 通知到全世界 还活着的美军 所以其实相关的电影 类似其实也都有演这些 对 你看过那个 试射风暴那部电影嘛 对不对 为了讲核弹 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飞机它整个设计 完全就是为了核战指挥 做准备的 它有通讯 然后另外它有那个 它这个地方的会议室 是让美国的总统 国家安全顾问 国防部长 然后这些重要的人物 在上面进行开会 打不打 怎么打 对 然后打了以后 下令 借由这个通讯中心 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海军 有空军的人员 驻扎在上面 如何跟他们的这个 配备核武的这个部队 进行联系 然后另外因为这个飞机 它只有能够搭 一百多个人 这些都是指挥 这个层级的 甚至于上面 还可以借由这个上面的 这个通讯系统 跟俄罗斯 前苏联的这个国家 那个俄共总书记 进行热线联系 干嘛 你是不是真的要打我 你是不是真的要打我 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等等之类的 要做一个最后的辨证 如果大家完整了 那我就打吧 另外你可以看到 后面最特别 这边还有一个 8公里长的这个拖一天线 这个天线是为什么呢 因为核子动力前简 它是在水里面 它不能浮出来 一浮出来 这边有 赶快打掉 对 就被发现了 它一定躲在海里面 然后这个海里面 那你要怎么跟它通讯 海水是一个很特别的介质 你没有办法说 打个电话说 我跟你讲 你现在赶快打哪个飞弹 打到哪里去 没办法 所以它一定要透过 这个长8公里的这个天线 用低频跟极低频的 这个无线电 就是长波 非常长波的这个 无线电的这个通讯 来跟底下的那个前简 进行通讯 然后就用这个方式 今天你要打哪里 什么目标 要如何摧毁对方等等 战争下的一个产物 但是到了现在 末日的这个传说来临之后 也可能成为了 这个美国最高统领 还有他们的领导阶层 逃生的工具 但是寻常的老百姓 又坐不上这台末日飞机 那该怎么办 是不是就往这个 找个地方赶快躲起来 所以在这个末日的当下 也有很多这个 神奇的碉堡就出现了 这边我们就请 另外一位资深的媒体人 罗瑞成 罗大哥 跟我们来分享 是的 小薇官员 那其实谈到世界末日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 就是一定要末日狂欢 先玩再说就是了 先玩再说 反正明天过了之后 到底怎么样也不晓得了 但不是每个人 都那么心情这么好 要狂欢怎么办 都要赶快找洞砖 对 所以有人 这个美国有一家AV公司 他就很有创意很有想法 而且已经打造完成了 这样一个末日碉堡 这个碉堡里面 它特殊性的地方就是 它是六角形的 它当然白宫是五角大厦 它是六角的 呈现六角 而且这里面呢 让我感到最有兴趣的是 它还有里面标榜 还有一个什么生殖间 就是可以让生命繁衍的 对对 生命繁衍的地方 想得很周到 对对对 然后里面呢 它这个碉堡呢 对外来说呢 它是用钢铁打造的 它可以抵御火球啦 外太工来的火球啦 或是水灾啦 地震啊 种种之类 它都可以抵御得非常完整 那最重要的是里面都可以让你有一些享乐的设施 我想要请问一下现场我们所有的前辈 有谁想要去这个末日碉堡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想有机会 应该都会想要去一下吧 如果没有美女陪同的话 当然有 里面都准备好了 我还真的都准备好了 一个美女啊 对 里面还有一个容纳一千五百名 我们先报名要不要 所以有遇到的这种情况 那当然大家会抢 不过我想还是很多人会担心 就是末日来 所以能够有些地下室都赶快 把它参考这个模型 做一做 它类似一下 可不可以赶快临时搭建一下 做碉堡来的也好 对 当然如果玛雅预言不正确的话 我们希望是不正确的 根据很多的科学的迹象也显示 它不可能会发生 以目前来说 那当然不发生的时候 这一家AV公司 它就一炮而红了 好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在这个末日的话题的时候 会搭配衍生出相关 提供给这个民众想象 跟追逐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我们讲到说 其实讲到末日 最有名的例子 还是在圣经上面的故事 就是这个诺亚方舟 上帝淹大水毁灭万物 所以呢诺亚造了方舟 延续了生命 所以造了这一个时候呢 大家不知道末日什么情况 但是脑子里面能够想的就是 赶快找一艘船 没有错 所以什么船通通都要来找 对 那在找船之前 你必须先自保 所以平常自己身边 要有一个逃生包 我觉得这个观念 不管世界末日要不要来 我们都应该要带 吃的用水不带可以吗 对不对 那个逃生包里面要有什么 水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至少要准备 1800cc到两公升的水 你可以一瓶 或是分成几小罐 因为水非常的重要 轻薄短小 你不要装一大袋 你盘着你也跑不动 水 再来就粮食了 我个人非常建议巧克力 为什么 因为巧克力它小 可是它的卡路里非常的高 那当然照明设备 你有头灯 照明设备你不要忘记 现在有的说 你还要电池干电池 有的不用 你可以直接手摇 就让它发电了 然后包括哨子 哨子是因为吹 因为你用喊救命啊救命啊 你到时候就没声音了 那收音机 简便的收音机 当然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听外面的广播 即便你受困的话 然后另外就是轻便型的雨衣 我特别介绍跟各位讲 这个轻便型的雨衣 并不是你到便利商店 去买的那个穿下 不是那个东西 轻便型的雨衣 甚至可以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简易型的睡袋 一个在台湾 大概卖个一两百块 差不多 简易型席薄的睡袋 为什么 因为雨来了以后 你可以放在头上当雨衣 可是一旦你在 包括在户外 你要自保的话 你只要蹲下来或坐下来 把它盖住 它可以防水 而且它可以把你的体温 给包在里面 所以它可以救你的命 因为你如果失温 保温 你最怕就是失温 然后在睡觉当中死掉 然后当然包保险套 当然保险套不是像 刚刚他讲的 要happy用的 这种时候还可以想得到 要带这个东西 你们思想都不对 跟我方向是不对的 保险套是为了活命使用 为什么呢 保险套它可以必要的时候 可以盛水 把水盛进去 然后可以用很大 然后必要说 把电器给包起来 它不会受潮 受到影响 它的功用是非常多的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 不是大家想象中 那时候已经没有心情了 那时候已经没有心情了 想得很忠意 除此之外 就很多的 大家为了要因应世界末日 就很多的所谓的 打造诺亚方舟 2012那个电影里面 熊维你看就是船 可是那个船问题是 有钱人才搭得起 10亿欧元一张门票 对不对 我们哪有办法 像这一颗 是日本的漂浮的方舟 像这一颗是什么 日本的漂浮方舟是什么 它就打造成一颗球 你可以躲在里面 当然你可以带 而且可以浮在水上最重要 可以浮在 而且还耐壮 耐热耐壮 这一颗一个人的 大概卖台币14万 那你一个人逃 那你如果anada对不对 你可以两个人逃 全家四个人 还有四个人的size 各个size都有 然后就滚滚 那水来了 它可以在里面滚 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那当然荷兰有访诺亚方舟 然后法国 马来西亚 尝试打造一个 可以深入地下的摩天楼 刚刚讲到的 跟末日碉堡 跟末日方舟 最大的末日碉堡在哪里 不在地球上 在我们抬头看到的月亮上面 我的月亮上已经照了 熊威文你觉得想不到吧 你竟然在那边 现在正在计划 要在那边盖一个 为什么 万一地球被毁灭怎么办 人类文明被毁灭怎么办 所以就把人类的DNA 包括排序 DNA排序 文明 我们现在可以把很多的资料 然后弄成很小的一个 碟片 光碟 硬碟 全部储存在相关的硬碟里面 这个硬碟要耐潮 耐撞 然后能够一次 至少可以保存 大概30年以上 这些相关的东西 要盖在月球上面 然后月球你要知道 月球表面在坑坑洞洞 为什么 因为陨石会撞 对不对 所以不是在月球表面 而是在往月球底底 挖洞 然后把它藏在里面 然后希望能够固定 跟地球的各个中心这样子有无线电联系 我们可以用地球的无线电联系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构想 然后科学家也希望能够化为事实 他们最在乎 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默认的碉堡 就是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 人类的文明还可以在月球上面保存 万一那么一天来临了以后 地球上传存的 这个幸存的人类 搞不好还有机会再上到月球去 再延续生命 再把过去这几十万年来 所有的人类的科技 人类的文明继续的蔓延下去 好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 2012玛雅的传说 好像就已经快到 那不知道这个在月球上洞挖好了没 来不来得及 但是这一段呢 看了这个天上飞的 还有地上躲的 甚至是方舟啊 待会就来看看 我们刚刚罗大哥有提到 就是要先狂欢一下 那现在世界各地 有怎么样的狂欢呢 待会一起来讨论 好 末日求生的方式 千奇百怪 有刚刚符合现实的 比较接近的 我们现在真实生活的 当然也要来看看 比较科幻还在理论 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的 就是做时光机之类的 跑到虫洞里面去 博士 科幻 熊慧你看过 《Doraemon》的影集吗 《Doraemon》有啊 我小时候去看 里面有时光机吗 有有有 时光机 你觉得是科幻吗 我觉得是科幻 但是还蛮羡慕的 科学的 真的吗 我这一本有科学的理论 教你怎么做时光机器 我买的 盖好了 没有 我看了以后 不会做也做不出来 太深了 因为这是要透过虫洞 这个地方叫虫洞 虫洞理论是1916年 科学家提出来 然后经过1930年 爱因斯坦认为说 时光机器是绝对可能的 然后再来近代 由爱因斯坦帝要的伟大科学家 霍军 他就觉得说 时光旅行是绝对可能的 它是一种四度空间的观念 什么叫四度空间 我们这去开车走直线 叫做一度空间 对不对 你这左转右转 二度空间是平面 你这往阳明山上走 再下山 三度空间 你没有办法进入四度空间 对不对 要进入四度空间 就是要透过虫洞 那霍金讲说 虫洞无所不在 宇宙这种任何物体 不是这种联系性 也不是没有缝隙的 通通都有小缝隙 或者是小皱纹 这就是虫洞 所以你要根据这个书 先找一个虫洞 或制造一个虫洞 看到第一页就找不到 什么 对啊 你用一个圆筒状 可以制造 里面讲的时候可以制造 可以制造 拉到人可以钻进去 或是你的太空船 可以钻进去的地方 然后就进入第四空间 刚才讲不是上山 是三度空间 进入四度空间 然后后进入你说 时间的流动 好像是河流一样 有快有慢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冲动 你速度要非常快 所以你假设能够制造一个太空船 速度很快 快到快接近光速 不可能超光速 科学的理论 现在的速度最快就是光 快要接近光速的时候 时间会变慢 就好像河流流的比较 比较慢的地方 流势比较慢的地方 时间在变慢 你在里面一天的时间 可能外面就是一百年 你就进入未来 OK 那不是就是时光以前吗 可是熊卫告诉你 现在办不到 现在办不到 对 但是有一天办得到 所以世界 对于假设有世界模特来讲 这是一个希望 未来的希望而已 科幻的一个希望 没有 可能会成真 可能会成真 科幻的希望嘛 所以希望这个末日晚一点来好 再玩个几百万年再来 这也不错 但是呢 讲完了这个 科幻的一个理论呢 我们再跟着去看到 现在真的的世界上呢 就有很多人 比较恐慌 末日真的要来了 所以就开始找地方躲了 所以就有这个 在法国的这种末日小镇呢 还有这个 大家躲在一个山里面 是什么样的情形 先看这段报道 这里是位于大国西南部 一个名叫 比加哈石的小村庄 根据末日信徒的说法 玛雅立法预言 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 而比加哈石附近 这座神秘山峰 是飞碟的起降场 而且山底下 还住着外星人 等末日那天 当地球和其他星球 相撞而毁灭之时 飞碟会在山顶上 将它们接走 送到另一个安全的次元 虽然居民多半当笑话听听 但麻烦的是 现在已经有一堆 赤身裸体的嬉皮 聚集在山区 把附近搞得乱七八糟 而随着所谓末日逼近 还会有更多的信徒涌入 当地旅馆业者表示 近来接到了一大堆 订房电话 不管是真的想来 抢搭飞碟的 还是来看热闹的 到时可能会有 多达几千人 甚至万人涌入 当地官员 已经请求百名警力 从12月19号到23日 这段期间 支援风村 等这阵末日风早过后 再回归宁静日子 真的是天下事无奇不有 所以还有一个学说 就是相信外星人 会在那个时候 可能地球毁灭的那天 用飞碟把我们给救走 有没有这个可能 现在在法国 真的就有这种情况 而且也有看到新闻报导 这个法国这种人太多了 还要把那个地方 先暂时给封住 所以这边我们请 我们另外一位资深媒体人 余遠先生余大哥 来跟我们来谈谈 刚刚在影片上看到的是说 这叫比加拉石 其实它有很多翻译的名称 一般又有人翻译成 叫做布加拉石 那这个地区的人口 不到两百户 不到两百人 只有两百户 它其实也不能称为小镇 这样来看 应该就是一个小村庄 小村庄 对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 跟大家连结在一起的 什么来 就是地心探险记 这本书 因为这是19世纪 末 20世纪初的一个 法国小说家写的一个作品 那里面他认为说 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一个入口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附近 所以大家很多人都相信 所以他曾经跟他是有连结过的 那另外他的内座山非常奇特 我们刚刚看到那座 不是有一个小山峰吗 这个山峰 它是所谓的颠倒峰 颠倒山 因为一般地质形成的话 应该是说 你越往下的土地 应该是年份越久 结果它偏偏颠倒过来 它最上层那个 是年份最久的 最下层的 那个是年份比较早的 有可能什么原因吗 不知道 所以这个叫做 上比较重下倾 上重下倾的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是很特殊的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结构体存在 所以包括像德国的纳粹 他们在二战期间 就来这边做很多的开发专研 想要找出其中的秘密 美国的科学家也来 以色列的科学家也来 全部的科学家来到这里 到底要做什么 他们怀疑 这就是姜博士的专业 就是他们怀疑说 因为有一个理论 叫做地球空心论 然后这个写地心 历险记的这个人 他其实是地球空心论的一个 算是先驱的一个角色 那就有一个怀疑说 这里面的山峰 可能是中空的 里面呢 有藏东西 藏的 这可能是外星人的基地 甚至有一个说法说 找到了一个 九千年前的飞碟 哇 这就不容易了 时间到了要出动了 主要是当地 有民众发现说 真的有这个飞碟的影子 他看过外星人还听到一些那种飞碟起降的那种器械声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的就是 我们罗瑞成大哥很有兴趣了 刚刚就告诉我们大家 不要想那么多 先狂欢再说 所以世界各地也真的有很多人是抱持这样想法 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有饭店业者都已经做好party 欢迎大家那天来订房了 是不是这样 是 雄威这么一讲 好像我的代表性只是会享乐而已 没有没有 只是那一天要带我们去享乐 对对对 没问题 咱们就大家大伙一块去好了 那其实根据这个预言是12月21号 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以后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 我从这个白板上写字写的不好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一个商城就做了 针对几千人做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即时行乐行的人 大概占了39% 然后希望玩到死 到那一天死了就好了 玩到末日发生 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写 一路玩到挂的那样 玩到死了 有24% 事实上我把做一个区隔 区隔出来以后 39加24 63个人 63%是一个悲观的人 所以这样是悲观的意思 当然啊 因为他认为世界没有忘了 所以我赶快 玩得很开心 他一点都不悲观 我认为他悲观 因为为什么 乐观才会进取嘛 对不对 乐观进取的是下面 求生的去买方舟的那些是很乐观的 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 他也要有钱 要把方舟刚刚那个 阿德讲说那一个要十几万吧 十亿有缘 逃生的是14万台币 比较便宜 所以都是要花钱的啦 那一个人而已 反而是超过六成是这样子认为 对 所以反倒是19%的人呢 他是保守派的 他希望求一个生存的机会 比如跑到山上或躲在山顶 刚刚远宣提的那个山的山顶头 搞不好未来就有人 在二十一号的时候 很多人爬到那个山顶上 也有可能 然后呢 还有一些是祈祷啦 拜佛 救拜佛 走保庇 还是还是什么任何的宗教的 大概有18% OK 所以就两派的观点 所以大家好像是比较 就直觉就认为了末日来的时候呢 就要先玩乐是比较开心一点 所以在网路上也有做这个民意的调查 列举了这个末日前的最想要做的十件事 给大家来这个投票 结果呢 取出了这个前十名啊 当然这种太传统了 什么像现在的人靠白 跟家人在一起直到最后一秒 这是很普世的一个观念 当然到时候去旅行啊 吃遍美食啊 就类似刚刚罗大哥讲的就是玩到挂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很好啊 二十一号那天啊 全公司搞不好不用上班了 因为老板都躲起来 因为如果真的来的话 那老板会很惨啊 一定会被打成猪头啊 所以这个是老板可能是比较担心 但这个要小心就是万一世界末日没来的话 没有来第二天 第二天员工就很惨了 员工的末日 员工就很惨了 所以这个又是可以大家来观察的一个地方 然后还有像骑老虎 把自己当少年拍 也不能电影红 现在就在讨论要去骑老虎 你还要去动物园 找到那只老虎 那老虎也很惨 然后还有先睡觉 还有逃到外星球去避难 还有上数学课 我还比较想上历史课 还有多烧一点纸钱给自己 当然这个是比较薄军一笑 因为是在这个网路上大家真的做 因为认为假如玛雅的传说真的来了的话 你也没有什么好币就是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也没有钱去买那么多方舟啊 或者是末日飞机去搭乘 但是最后啦 想问一下各位来宾啦 那如果真的末日前 这个不知道我们在这十件事里面最想要做的 有没有什么最想要做的事 是乎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我跟我太太谈恋爱27年来 然后另外就是孩子 大儿子怀孕了18年前 我每天都替太太捏脚跟按摩 所以如果真的世界末日来了 如果真的世界末日来了 没有办法了 里面有个群像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样躺在床上 我一样帮她捏脚 帮她按摩 就好像2012的电影一样 抱在一起 看着巨大的海啸把我们淹没 好 非常感人 那江博士你是不是要去法国那个小镇 不要 如果还有商业行为的话 就把所有的钱花光 把他花光 如果没有世界末日的话 我只有一条路到台北火車站 加注油饼的行业 我这么感人 这么自暴自弃 那宇彦先生呢 宇彦先生大哥 我可能想去上上数学课 上上数学课 对 因为数学不太好 只会文科这东西 练练脑袋 这也是一个概念 那孝伟哥 我准备给他喝到那种一醉解千愁 那你一定要找罗大哥 因为应该是一起醉解千愁 睡着之后对不对 度过21号 22号醒来 没事就赚到 有事也不知道 这样罗大哥也不用问了 因为你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又不一样的观点 又不一样的观点是认为 你带别人狂欢自己做别的事 那一天我会告诉大家 碰到的人朋友都说 世界末日到了 你干脆你把钱 你也用不到给我 但是你不会先被打成猪头 不会 给我 结果没世界末日的 我最多钱 有道理 这个还蛮有创意的 好了 今天的这个话题 讨论到这边 感谢所有来宾 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希望末日这天永远都不要来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挑战新闻 未来还有更多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会